再來怎麼寫呢 再來這個跟原來的一樣 拿起毛筆 莊老師一邊示範 一邊慢慢跟學員講解 運進的技巧 為了怕坐在後排的學員 看不清楚 莊老師還特別用 紅色的墨汁來書寫 細心的教學方式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 明瞭書寫的方式 這樣子不錯 這樣社區開設很不錯 比一般社區好多 我們想說在社區來推廣書法 讓它生活化 讓民眾也能夠接近 中國這個書法的 那個文字的線條媒 然後走入社區 讓每個人就是說 生活藝術化 藝術也生活化 喜愛書法藝術的 莊水男老師 專研書法多年 而他也寫的一首好字 因此大興社區 特別請來他開班授課 希望可以推廣這項藝術 而他也會在課堂當中 講解詩詞的意涵 讓學員在學書法之餘 也能更加了解 中國文化的奧妙 中老師教得很不錯 他的文學素養非常好 對啊 然後一些詩詞 我們不懂的 他都會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讓我們受益很多 獨特的教學方式 吸引不少人參加 除了退休的人士 也有家庭主婦 還有夫妻黨一起來學 體會中國字之美 連國小都沒有學過 這樣才學都不學呢 不會啊 那個老師他教的方法很好 他會慢慢給你解釋這個字 所以應該是大家都可以學 長大了嘛 也比較有空閒的時間 就想說寫這個修身陽性 而且這個可以學 可以寫一輩子 大家趁著晚上 一起到活動中心寫書法 不僅在書寫當中 能夠沉澱心情 也能感受起文字的美感 達到推廣書法藝術的目的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